這一次這個企劃活動的出發點 主角呢其實就是Miku本人啦 他之前呢是從繁殖場出來的狗狗嘛 那他會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創傷 他可能對出門這件事情非常的害怕 所以我決定藉由這次的企劃幫他探個點 然後我安排了像是寵物友善餐廳啊 或是寵物友善的住宿 然後從台灣的最北端到台灣的最南端這樣 那我希望之後他哪一天已經克服了自己心裡面的那道關卡的話 我就可以帶他去這些地方吧 我心裡是這樣想的 那本次的所有行程我會開Donnaie 我也會開收益 那這些收益跟Donnaie我都會全數捐給愛護動物協會 然後讓大家參與到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們本次六賞出門走走的活動企劃的主要目的 跟大家說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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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現在在海洋廣場喔 然後我們即將去我們離海洋廣場最近的一個點就是廖媽媽 第一個點是要去廖媽媽 潮盛 平日的廖媽媽要不要排隊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也很久沒有喝廖媽媽我也不知道廖媽媽要不要排隊 前面珍珠奶茶專賣鋪 第一站先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站 廖媽媽的珍珠奶茶專賣店 好啦我們上去我要我要來喝珍奶因為我很久沒有喝手藥了其實 我們上去吧 我以前都是放學的時候 來然後都人超多 那就是 英雄人大家都知道廖媽媽 以前我放學的時候呢都會來這邊喝 或者是外帶 但是外帶比較多 因為通常會超多人 然後現在是平日的時間 今天禮拜一 那裡面的人呢 是 小的 是我看過最少的一次 她的奶茶真的超好喝 妳喝什麼 我跟她說我們她蜂蜜爐會比較滴 因為妳就很像她蜂蜜就好了啊 就說 然後說蜂蜜水嗎 喔對 珍珠奶茶不要這麼久 發言 我們今天呢就是我們剛剛從海洋廣場開場嘛 然後我們第一站就是釣麻麻等等呢 我們就會去廟口了 廟口呢第一個要吃什麼 就是 天 一 香 然後再來呢吃完天一湯都會覺得超熱 所以我們要去吃泡泡冰 沈家泡泡冰 然後沈家泡泡冰吃完就覺得吃個小東西好了 所以有天婦羅 真正的甜不辣 天婦羅 欸緊張到甜不辣跟甜婦羅 是不一樣的東西嗎 是不是一個是 圓的 一個是長條的 是這樣說的 我本來哪就是一個空虛甜不辣跟一個真正的甜不辣 那哪一個是真正的 基隆人 基隆人人都會說自己 天婦羅整個 妳知道要蘸甜不辣嗎 甜不辣也要蘸 其實差不多要甜不辣 不行耶 因為我記得有些就是賣炸物的 甜不辣 然後咬起來裡面都超空的 對… 那個我就不承認它是什麼 甜不辣 基隆要吃幾乎辣 對 基隆要吃特有幾乎辣 基隆特有種幾乎辣 然後我們甜不辣吃完之後就會 就是很飽很飽很飽 然後飽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覺得 啊怎麼這麼飽 怎麼這麼飽 我們要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 然後我們就快去這個 基隆就是近幾年就是新開了一家書店 然後… 我覺得蠻酷的 我自己也沒去過 所以就安排了這個行程 它叫做這個太平清鳥書店 然後在中山區那邊 我們可以去逛逛看 然後它感覺是一個蠻文青的地方 然後再來我們去完書店啊 我們就要去正兵漁港 彩虹屋那邊 所以我們今天行程也會帶大家看到彩虹屋喔 然後我們正兵漁港結束之後呢 我們又會回到廟口 因為那個時間差不多廟口後面的夜市也開了 然後會帶大家去吃那個 我平常在廟口夜市那一條 會吃什麼 吃晚餐 那最後呢 會帶大家去看那個基隆地標的夜景 然後會在那邊結束今天的行程 泰哥又特上嗎 會 明天跟後天其中一天 因為明天跟後天會在台中嘛 所以明天會有來賓 後天也會有 三點了 喔真的喔 欸我們準備出發去天意香囉 下一站 我們也喝得差不多了 天氣很好欸 天氣很好欸 而且我覺得太陽已經是太好的事情 那邊是藍天欸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去正兵漁港應該會蠻漂亮的 大家運氣真好 感覺可以順便去媽祖廟拜一下 讓這次行程可以一切順利 在跟神明許願的時候 我有說 希望神明們可以幫助我的家人 還有妮苦馬路 還有我身邊我愛的人跟愛我的人 都可以身體健康一切順利 那還有我現在的工作室 往後的發展也可以穩穩定定的 還有聊天室的大家也可以一切順利 那不管你們現在有沒有時間看台 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至少我參與了你們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也好 那帶給你們了一點點快樂 我也覺得很開心 大概是這樣 好啦那就 祝這次的行程可以順順利利的完成啦 GO GO廟口 好 阿威耶 到底喜歡這直播有興趣嗎 沒有興趣 沒關係 那妳在直播有興趣嗎 我在直播 妳在直播吃 我要說我在直播 然後妳要瞬間閃掉 欸人超多的 妳要去吃嗎 剛剛妳要去吃嗎 好啊 好啊 對啊 給大家看 甜香 妳自己是水的要喝 剛剛他滷肉飯講這樣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翻 一定要翻啊 欸我覺得天下滷肉飯就是要翻 對啊 他的汁超多的 那有覺得是給太少了 妳上面吃完全部後面吃白飯 對 但是通常就是那些 就是旁邊會有那種白飯沒有領到的 我就不會吃那個白飯 因為我會希望每個白飯都有滷汁的包覆 因為他跟我拿塊皮 我也是啊 或是這樣 我們可基隆人都這樣拿筷子吧 應該是 基隆人筷子拿吧 對 三個人都這樣 什麼意思 欸 對了 甜香的肉羹湯是超級扎實的肉羹 而且 他們的肉羹湯不是那種高欠的肉羹湯 是清湯 超好吃 等一下可以吃包包冰啊 好爽 妳吃什麼口味 花生 花生 花豆嗎 花生 妳要花豆嗎 不要我跟你吃一樣 花生 妳要吃什麼口味 妳不吃喔 好挑食喔 好挑食 炒炒冰 好好吃喔 好涼喔 而且我現在這裡也開始 開始涼了 有有有 夏天就要吃涼了 對啊 我們下一個行程是不是去書店啊 對 看一下書店有沒有開 OK沒有謝謝 好 欸真的耶 蛤 怎麼突然已經關門了 欸怎麼突然一跟二都沒開耶 公修喔 嗯 沒關係我們有很多備案 好那我們先去朝進 然後再去正兵 然後再回來廟口 因為這樣順的回來 可以可以 好那我們下一站 朝進公園 哇 哇 一個陽光灑下來欸 我們可以去裡面的那個耶 我們可以先逛逛 然後海客館裡面有那個 很漂亮的地方 哇 哇很漂亮欸 你們看 順帶一提 以前在學潛水的時候 也是在這裡學的 海客館這樣變好漂亮喔 後面這個 一整排橫橫的就是海客館 我也沒有去過 但是 它現在真的變好漂亮 它以前不是長這樣 有狗欸 白色彩犬 我的天啊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的狗狗 我們要去海客館了喔 但不曉得還可不可以進去 它5點下班 下班了嗎 但是也沒關係啊 因為這裡 就是一個很適合遛狗的地方啊 對啊 好像光了耶 喔真的喔 欸對 它半拉了 好我覺得 我特別要來跟大家說一下 超進公園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它現在有海客館 所以它 海客館那邊 超漂亮 而且聽說上面 的咖啡廳也很好拍照 下面還有一整片的大空地 那一整片的大空地 就超適合帶狗狗去那邊散步 所以我如果之後 我可以直接在馬路跟米古去那邊走走耶 那邊又有停車場 又很方便 大推 我們應該要去 正兵了 正兵了差不多了 下一站正兵漁港 哇 正兵漁港 彩虹屋 沒錯現在是彩虹屋的時間 好可愛喔 彩虹屋 拍個照 剛剛說 我們等一下會去後面的 欸 與你是不是在後面這裡啊 與我 抱歉 我與你去 怎麼有在這裡 怎麼有在這裡 你 與你 魚泥 到此一遊 好啦 那我們去看一下唄 這裡下午茶有什麼可以吃 欸 這裡好漂亮喔 你看它有樓上 樓上好漂亮喔 我要坐樓上 太漂亮了吧 有沒有 我們等下都在那邊看夕陽了 樓下室 樓下室 看夕陽了 約會了 水在閃爍欸 這裡好漂亮喔 那這次企劃的第一個點 會選在基隆呢 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基隆人啦 所以從自己的家鄉開始出門走走 肯定是最好的選擇吧 那也順便帶大家看看 基隆其實是一個充滿 驚喜的地方 它比大家想像中的 還要多很多的寶藏景點 然後想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哪些地方 然後平常有哪些東西好吃 然後我會吃些什麼 平常會去哪裡等等之類的 現在幾點好嗎 2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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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差不多欸 司機好像很快到了 蛤 什麼什麼什麼 好不滿 好不滿 安全才飽味我要很久了 什麼都起來 什麼都起來 不是才剛就嗎 不是才剛就嗎 怎麼這麼快 怎麼 回到了廟口 欸你們剛好可以看一下晚上的廟口 跟我們下午來的時候的廟口 不知道是這裡滿出來的人 那我們吃完那個就要去地標了 太好了 吃晚餐 我想吃好多東西 但是只能選幾樣的話 就是先挑前幾名 現在要帶大家去吃 就是我以前超喜歡吃的 八寶冬粉 我們下午是吃天翼翔 現在要去後面夜市 那邊那一條 吃夜市的東西 但現在人有點多 我們要慢慢移動過去 欸 這裡廟口最尾端的專家 有一個金星馬老 很好吃 如果你們很喜歡吃馬老的話 你們可以買那一家 不過中銷買到大的 好勒 我們現在進入的就是 基隆廟口夜市這一條 不好意思好病 他朋友還說不好意思好病 超可愛 欸他是不是沒開 欸他今天沒開 欸他今天沒開 那我們吃那個 我們吃排骨酥米粉 本來會在這個位置 但是他今天沒有開 可能是禮拜一公休 所以我們就改吃排骨酥米粉 正寄排骨酥米粉 這禮拜一平日晚上人潮 假日是完全你會這樣 然後平日是可以這樣 很好吃欸 他的排骨很紮實 你知道嗎 超好吃 沒有什麼果粉很重的問題 而且他是紅糟排 然後他的湯是大白菜湯頭 所以很甜 這一家我媽超喜歡吃的 然後這一條最後面有一家很有名的豬腳 然後他的豬腳的湯很厲害 他豬腳的湯是喝完之後會黏嘴唇的那種 而且有時候想到會喝一下 對膠質超多 我的米粉變成無限米粉欸 他一直長大欸 吃不完欸 好多人喔 我現在感受到我後面的粉餅越來越多 你們等一下可以吃糖果味 好嗎 都吃什麼口味 他吃他的那個綜合 然後他還有葡萄然後奇異果 哦我知道了 嗯 可是那還能咬欸 不會嗎 那個蠻硬的 可是 你看他有葡萄的這樣 好 那來再再吃 等一下 慢慢來 我們吃完了 我們吃完了 要走嗎 好 你要不要再吃 好 好 炒麵炒麵粉 好 兩片 好 來再吃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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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差不多之後 差不多 一起到後來再吃耶 可愛欸 阿比很久 對啊便 9公里三耶 很可愛 一起比啊 我們去Kirong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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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地標 然後我們就要結束今天的行程 帶你們去看夜景 今天真的要早點睡 明天很早 明天大概八點 欸7點要起床 好早 因為明天要去排衆啊 然後我們中午要開始 早上有一個拍攝 我們早上的行程會用拍攝來記錄 然後明天我們早上第一個點 會去做一個精工的東西 然後我是選了一個戒指 還有鞭繩 然後我是打算做那個 跟狗狗相關的 所以我應該會刻一個狗狗的腳掌 在上面 然後把它鞭上去 這個後面也會給大家看 上車 最後一站 帶我們去看月景 最後一個地方 這裡真的超市的約會 天啊 帶你們來約會 今天是2200人一起約會 那最後呢 就把基隆的夜景 當作基隆篇的收尾 給大家啦 那隔天我們台中見吧 大家掰掰 掰掰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軒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台中啦 那現在要到這家店就是 Mister Night 那這裡是在做手工藝的 那今天要來這邊做的就是精工 那我在網路上查到這家店 就是在做這個精工的戒指 然後我想說 那我們現在來台中 來做一個比較有紀念性的物品好了 然後我在網路上看到它有一個 像是寵物圖案的精工戒指 我想說我來現場 我再來挑圖案 然後聽說他們店內就是有 他們店內的狗狗 那我們可以繼續先嘗嘗吧 那我們可以繼續先嘗嘗吧 然後加成的部分是按照引擎的除細 下一次機架 所有款式都可以做成 細版製作的出版的意思 那旁邊的部分呢 我們設計了三四七個紋底 每個紋底的部分呢 都可以再疊加在頂線的就是 戒指上面的部分 那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 那像狗狗如果喜歡的狀況差 也可以選擇像這樣的樣式 它可以在上面的部分做設計 可以在交叉的部分呢 可以打上狗狗的名字 然後你的名字 然後再這樣腳印的設計 也都是可以的唷 對 我讓網路上這樣 對 所以我今天講 可以啊 沒問題啊 那今天的部分呢 幫我 如果是要圖案的部分呢 它最細的部分是三米一起跳 三米四米五米的部分 你都可以拿起來 在手上試比看看 那其中四米的部分 在打圖案的時候 是比較好打的 三米的部分呢 因為它圖案的大小 剛好也是三米 所以它會比較剛剛好 在對齊的時候比較小心 對… 對… 在對齊的時候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那我選四米 可以啊 沒問題 四米好了 好的 那你一樣是要做像這樣交叉的設計嗎 然後就是腳印上下 或者是說它也可以做成像這樣子是 正面的部分呢 有一個扭轉的設計 然後背面的部分這邊打上腳印這樣子的效果 也是可以的 我想要有扭轉 可以啊… 那我們今天做的話就是 正面的部分有一個扭轉 然後後面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再加入腳印的設計這樣子嗎 嗯 好啊 沒問題 那我們裡面請 好 謝謝你 那這邊請 那我們這邊的部分有工作服 這裡有比較珍視的設計 旁邊的部分啊 有像這種超人啊 比較有趣的設計的部分 也都是可以做挑選的喔 然後看你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件工作服 挑選工作服是不是 對 我要來個專業 我來個專業 然後… 選完工作服的話呢 旁邊這邊還有飲料 然後部分可以做挑選 特程的部分 對啊 特程的部分 我們只帶咖啡、紅叉、綠叉 那下面有一些骨之類的部分 也都可以做挑選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位置在這邊 這邊請坐 好 好 接下來我們有像房東的鑰匙圈這部分啊 幫我施帶 那帶進去 不要這樣子帶喔 我們要一個一個去做施帶 帶進去之後要稍微有點緊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做扭轉 這部分 如果你沒有把它做緊的話 等一下到時候會越做越大 好 好 我好像就是 初估我自己 十三 十二 我有點緊 十二 對要稍微有點緊 十二 對 借我起來 這是兩個不同的廠商 十一 所以是十一號 十一號 對 幫我再緊支到旁邊 幫我寫十一 十一 接下來啊 我們等一下要去做扭轉 加敲字 跟敲文入 來救一下 那幫我在這邊啊 可以敲個字 的部分 等一下幫我寫在這裡 有了 好了 好 那等一下你想要做開口呢 還是要做閉口 還是要做閉口 那要先跟你講 開口比較容易 你等一下可以去做一下這樣子的決定 我們做開口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手會脹 好 OK 哈哈哈哈 好沒有問題 就是一面手脹 然後 可以自己留一條後 哈哈哈哈 我們家作品都是 永久保固的 所以都可以放心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去 捏銀線囉 好 這邊請 捏銀線囉 接下來 旁邊是特殊的線 軌道 我們捏正中間的部分 頂住之後 手轉動它 進去之後啊 手不要跟著進去喔 要不然會有女高一 哈哈哈 好來 平的面 朝上 那我們再一次 對 那幫我轉動它 好 很好 再一次 它不會一次達到位置 要不然會造成它均裂 加油 沒有 好好玩喔 看一下平常有沒有在運動 沒有 哈哈哈哈 完蛋了 哈哈哈哈 快了快了 對你看 完了 對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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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對 你們可能剛才是拿起來 好 很棒 我們先再把它敲紙 為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要先來敲紙 這個部分 來 幫我在這一段 點五個點 這邊 幫我點四個點 來 交給你 啊點錯我們可以用酒精擦掉 再重點 好 咬一下就好 來 拿起來 我覺得那一段 算是 丟到一聲 啊 接下來我們要玩好玩的喔 我們要玩好玩的 來 戴手套 這是外面比較看不到的 接下來這叫砂輪機 等一下它會往前轉 所以記得戒指不要朝下 你朝下它就噴出去了 可以 可以齁 好 那我們今天就完成 完成了 對 又完成了自己一個戒指 這個戒指也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這個也完成 耶 完成了 雖然看不太清楚 王美手持 有 新的 裡面有那個 Maru跟Miku 然後這邊有教掌 今天的款式完成 耶 大功造成 謝謝 不會耶 來我們去外面選紀念品 好 這邊 這邊這個出門自己做的一個 木頭小鑰匙圈 你可以選一個送給你 欸香菇耶 選一個香菇 它這個都是台灣的老窗戶 老窗戶的部分呢 它以前都是木頭嘛 那我們就是收集了一些老窗戶 然後把它做成鑰匙圈的部分 送給大家 好可愛喔 那我們今天課程就完成 好謝謝 我們現在已經結束了 然後他已經就有收服了 他就有牛牛 我們即將要前往下一個地點 我們要去美好年代 它是一個寵物友善站 然後要去吃飯 然後下一站呢 就是蔡哥會到場 但是 出了一個狀況 就是 蔡哥說他有工作臨時改時間 然後所以他可能有辦法到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會自己吃飯 我們今天後來的行程就是 自己走 沒關係 沒關係 我一個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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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就不要來 因為我詐騙他 我跟他說呢 我今天早 可能因為麻糟變太兇了 我算一下床了 我現在趕不來救我 我可能沒辦法看到他在直播 想說詐騙他一下 但不知道他現在我沒有相信了 他感覺蠻爛的啦 但是 憲哥跟你知道啦 好 GOGO 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的來賓本來是蔡哥 但是蔡哥臨時工作上有一點變動 所以他沒有辦法來蔡中了 所以今天呢 直播會有我自己一個人 我很OK欸 你真的很無聊欸 對 感謝你的收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